从武汉返台的台商共247人 已经在昨天深夜抵达 今天凌晨3点完成了入境检疫程序 而其中有三位 一位发烧 两位有较轻微的相关呼吸道症状 直接后送收治负压隔离病房 而另外还有一名幼童腹痛 由一名家长陪同就医 幸好最后没有大碍 也送往检疫所隔离 那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 这批民众分别送往中部 新北市乌来 以及领口三处的检疫所进行隔离 在早上的6点20分已经安置完毕 而这次隔离房间采取一人仪式 因为是套房不共用卫浴设备 但是活动的范围只限在房间 疫情指挥中心也强调 台商们不会接触到附近居民 武汉的专机 那就是应该是昨晚 11点将近50分的时候抵台 那总共247名 才刚安置好从武汉返台的台商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一大早8点半或速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表示这一批返台民众 有一人发烧 两人出现呼吸道症状 后送负压隔离病房进行检验 还有一名小朋友腹痛 由家长陪同就医 还好最后没有大碍 全部的人都在凌晨3点完成入境 陆续搭上游览车 分送中部新北市乌来以及林口三处检疫所进行隔离 早上6点20分安置完毕 分别有安全组 后勤组跟卫生组 那么进驻在每一个检疫所里头 那么安全组主要是由我们的保安警察来担任 那另外呢 有后勤组 那么也担负了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么在这隔离期间呢 那么所有的这些入住者 那么接受检疫者的生活起居 指挥中心表示这次隔离房间采取一人仪式 因为是套房不共用卫浴设备 但活动范围只限房间 拿取餐盒踏出房门必须戴上口罩 医护人员每日会针对他们监测两次体温 如果一有状况将会随时后送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不会接触附近居民 动用的不是只有三家的布立医院 还有其他相关的都是我们布立医院的护理同仁 那么有的从中部上来 还有的是台北这边的这个医院 大家共同资源 那么人数上应该是有16名的 这个护理能力的投入 其中有台商揭露房间设备 里头除了有上下床铺 还有电视以及无线网路 看起来已经获得妥善照顾 只是目前医疗量能是否足够 指挥中心则表示 由于疫情还在控制范围 目前隔离病床都算充足 暂时不会有短缺情形 首批坠留武汉的247名台湾人 历经了12天封城恐惧 3号晚上终于返回台湾 桃园机场检疫人员全副武装 等他们一下机就立刻进行检疫 历经3小时的检疫工作 由14台游览车分别载送 北部中部隔离所 除了机关署之外 航警局跟军方也派出了 相关车辆协助 卫福部长陈时中 亲上火线监督整个检疫过程 要让防疫工作滴水不乐 武汉封城后还滞留当地12天 首批从中国湖北返回台湾的247人 终于又踏上台湾这片土地 戴上口罩衣续走出中国东方航空飞机 桃园机场检疫人员早已全副武装 乘客一下机就先让他们 喷洒售部消毒液 全部乘客下机后 检疫人员立即对飞机进行消毒 经过两岸不断协商 班机在三号晚间十一点四十分 抵达桃园机场 随即就被拖进维修机棚进行检疫 247名台湾人完成入关程序后 还需缴交健康声明卡 以及集中检疫通知书 最后经由检疫官审核 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四号凌晨三点完成247人的检疫工作 一人发烧两人出现呼吸道不适症状 都立即送往医院治疗 剩下244人分三提上游览车 分别送往北中部检疫所 6点20分安置完毕 台湾防疫总动员 为副部长陈时中三号深夜 清上火线 作证监督检疫过程 除了集管署负责检疫工作 航警局也派出X光车 陆军则是出动军用卡车 以及化学兵群 并派遣环保局消毒车 一路随行游览车 相关单位一共派出14辆游览车 以及10多辆救护车 中央地方漏夜检疫护送 要让防疫工作滴水不漏 口罩购买从2月6号开始 采食明治 民众必须拿健保卡 到健保特约药局插卡 才可以购买 但是全国总共有52个偏远乡镇 没有健保特约药局 则会请当地的卫生所 来协助贩售 政策一出是否会造成 偏远乡镇不变 偏乡的民众有不同的看法 花莲秀林乡的民众说 他们不担心买不到口罩 因为居住的地方空气品质好 不担心疫情营效 但是也有其他县市的民众 要跨区才可以购买 希望政府可以多多照顾 原乡居民 不要变成防疫边缘人 来 消毒一下手 民众进出公共场所 都必须先凉额温 喷酒精消毒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全台陷入口罩荒 中央拍板2月6号起 全台实施口罩购买实名制 民众要到健保特约药局 使用健保卡插卡购买 但全国共有52个拼原乡镇 没有健保特约药局 像是花点就有五个箱 都没有健保特约药局 偏乡民众只能往这个地方跑 三个三地箱 还有我们封冰箱卫生所 护理卫生所 这个假日呢 我们会办理加班 那民众呢 不管你是偶数拘束的话 都可以在礼拜天来到 三个三地箱来购买 不过寿林乡民倒是不担心 口罩难买 戴口罩会不会怕 会 不会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人还是算蛮安全的 应该还没有这个病 没有这个病就不会怕 对呀 再来空气好 对对 走一走晒晒一个太阳这样 这样就好了 对呀 而新卓县横山峨美五峰三个乡镇 也没有健保特约药局 你知道说带卫生所可以离吗 我知道啊 对 之前不晓得说在卫生所可以离吗 不知道啊 我以为要去竹东了 竹东就跑很远了对不对 对呀 政府实施口罩购买实名制 没有健保幼局的52个偏乡 民众可以到地方卫生所购买 不过乡长还是希望落实 照顾原乡居民 不要变成防疫边缘人 口罩实名制购买将在6号上路 限定每年一周内只能买两片 疫情指挥中心指出根据供需量 如果7天3片 只能让333万人买到 7天两片就可以让500万人买到 期盼可以解决民众囤货的问题 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 但是不少民众抱怨 现在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一周只能到健保药局买两片 根本就不够用 隔魁苏珍昌的脸书 也有不少网友留言批评 难道一片口罩要戴三天吗 加上之前明明不断的宣导 要大家戴口罩已经掀起了恐慌 现在又才说日常生活不用戴 质疑政府为什么要互赏巴掌 不需要的人也一直抢购 囤积浪费口罩 生产再多的口罩都不够用 透过超商贩售 但几天下来竟然发生抢购乱象 谈言日前让超商贩售口罩 掀起抢购乱象 隔魁苏珍昌三号又在宣布 新防疫作为口罩实名制购买 为了确保让每个人都能够买到口罩 正愿出此对策 但不少网友却留言质疑 七天两片根本不够用 如果重复戴就不是抛弃式口罩了 难道一片口罩要戴三天吗 根本更容易把病毒带回家 还有人PO出之前中央 一直要大家戴口罩的宣导 眼看如今掀起恐慌 才说不用一直戴 大三政府为何要互赏巴掌 虽然不合理 但是我相信政府也是 这也是下下策也是没办法 小孩一天大概一到两片 那大人不是每天出去 而且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够 我假如一天我只出来 买个东西戴一下 我可能我会重复用大概两次 高危险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戴 那可能就不够了 公车上因为大家都戴了 对 对那时候买不到 想说那算了 因为大家都戴了 那自己也没有生病就算了 不少家长则担心 小朋友口罩替换量不足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 中央防疫 不料却引发口罩之乱 只能再多花心力 试图稳定民心 另外屏东航圈基督教医院 上周才宣导 禁止非医疗需求的民众 入内使用洗手间 当时一度引发民怨 结果在2号上午出现 两人一组的富人 直奔院内狂扫口罩机内的存货 当时遭到院方制止 还被他们标骂 虽然保全到场的时候 人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们大扫货 也造成当天其他的民众 买不到口罩 梁铁文在以口罩消毒 成了民众进医院前的 最重要两件事 而且还得全程戴口罩 但全台闹口罩慌 却有人外的抢货 将目标转到这台机器上 投下10元硬币 转一下就有口罩可用 但在屏东恒春基督教医院 2号早上竟然有富人 两人一组职工院内口罩机 不到一下子时间至少狂买10个 院内人员劝阻不听 对方还大发雷霆标骂 让院方听了 臭傻眼 他说他有需要 他跟我们的警卫人员 就起征职 我们却说这是留给有需要的 固托袭口罩机保全人员到场 已经不见人影 但其实因应武汉肺炎 院方已经将口罩机移到户外 方便购买使用 虽然一个要价10元 价格相对较高 但在口罩缺货期仍成了 扫货目标 因为如果病人或家属没有口罩 他也不能进入医院 我们是用一个方便性 让家属他们可以在这边 及时的拿到口罩 院方已经情报权 加强注意不正常购买情况 再加上口罩机存活不多 估计只能使用到礼拜四 而且是恒春九甲医院 上周才因为疫情 暂停民众借厕所 如今要遇上有人职工口罩机大肆扫货 让其他人无口罩可用 杨远方相当头大 为了终结抢口罩乱象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祭出了口罩贩售实名制 从6号开始 民众改持健保卡到特约药局购买 但是每个人7天内最多只能购买两片 而且需要以身份证字号 默码来区分购买日 默码为单号的民众 可以在星期一三五购买 而默码是双号 包括零在内的人 则是在246购买 礼拜天没有限制 新的政策引发民众担心 口罩不够用 但是医师建议 只有出入人潮拥挤的地方 或者是医疗院所才需要戴口罩 通勤族可以考虑以棉布口罩替代 为了买口罩 民众跑好几间超商都扑空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掀起国内民众抢购口罩之乱 为了终结乱象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6号起买口罩改采实名制 贩售地点从原本超商 改为健保特约药局 民众需以健保卡购买 一片五元 每人7天内最多买两片 且每次只能帮一人代购 如果是儿童用口罩 健保卡持用人的年龄 必须在12岁以下 指挥中心计算 如果每人一周买三片口罩 最多只有333万人买得到 但每人每周限购两片 就可以让至少500万人 有口罩可戴 为了分流人潮 购买日也以身份证字号区分 莫马单号的民众 可在星期一三五购买 莫马双号则在星期二四六购买 而莫马为零 算是奇数或偶数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最后卫福部解答 零为偶数 至于礼拜天则没有限制 购买的民众身份 不过新政策出炉 有民众担心 七天只有两片口罩可戴 恐怕不够用 探病或者是自己有呼吸道症状 才是戴口罩的优先顺序 目前国内还没有群聚发生的状况 所以我想就一般民众来说 不用太过担心 另外也有医生建议 通勤族可以考虑用棉布口罩替代 非常时期 口罩一片难求 就怕再有人囤货 政府政策再转弯 民众反应两极 全台口罩荒 连酒精也成了抢购热门商品 宜兰酒厂每天都会释出 1080瓶的消毒酒精 今天开卖后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抢购一空 有人连续来了两天 之前因为手脚慢了 没有抢到 这回起了大早 清晨5点多就到酒厂门口排队 由于货车比原定时间晚到 厂方还在现场发送点心 安抚民众情绪 一大早宜兰酒厂排起长长人龙 队伍绵延几十公尺 全都是为了消毒酒精 还在队伍前面的民众很有经验 因为原本预计八点开卖 前一天手脚慢了 今天一早天才刚亮 五点半就杀到酒厂门口来排队 但是酒精太抢手 开卖不到一个小时 就向后面排队的人龙说抱歉 每天一千零八十瓶酒精配额 全数扫光 想要购买的民众不光是要起得早 还要等司机大哥连夜开车送货 从桃园龙潭场区出发 赶在八点开卖前抵达宜兰酒厂 厂方就怕民众等得没耐心 特地准备点心安抚民众 肺炎疫情不光是民众人人自为 就连卖家出货都要格外谨慎 顾虑到民众的情绪 因武汉肺炎疫情 学校延后开学 政府寄出了防疫照顾假 却让家长不太敢请 怕会没薪水拿 但是有一些公司 企业 工股行库就率先喊话 要员工别担心 像是赵丰营还有台气营 提供优于劳基法的 七天照顾假给新做法 台积电也说 请防疫照顾假将可以给半新 至于LINE台湾跟KKBOX 更是直接寄出 家中如果有12岁以下的儿童 需要照顾的员工 可以直接请好请满防疫照顾假 请14天 并给予全新 让不少人很羡慕 但也不是每个企业都这么佛心 国民党呼吁政府 如果劳工请防疫照顾假 政府应该支付六成新 赶在上班前 把小孩送到补习班安置 政府突然宣布 全国高中职以下延后开学 让妈妈们措手不及 不过政府寄出防疫照顾假 让不少家长质疑 看得到吃不到 企业有一些响应 有些应该是也就不一定会给薪 甚至就是似同以前五薪的状况 那这样让劳工就更不敢请 家长可请防疫照顾假 但请假期间是否给薪 由雇主自行决定 但就有企业布置准假 还会给薪 包含台积电 员工可请14天防疫假 而且给半薪 赵丰营台庆营也提供员工 7天有薪假 不过最大方的LINE宣布 员工不管是请两周防疫照顾假 或是在家上班 都有14天全薪 让不少劳工好羡慕 国民党跳出来呼吁政府 应该比照 欲应留职停薪的标准 让请假的劳工 应该拥有六成薪水 到底劳动部 有没有认真做功课 去掌握我们现在 可能的需求人数是多少 他把劳工的人口切一半 然后就喊出一个两千亿 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国民党提出 目前全台有防疫照顾 假需求的家庭 大约有八十五万 以六成家庭估算 请防疫照顾假 人数约五十一万人 粗估经费五十亿左右 要政府带头才能落实防疫需求 这是给予劳工 过去没有的照顾假 不见得每个人都需要用到 台湾首次为了疫情延后开学 却成了上班族爸妈的烦心事 政府用防疫照顾假当配套措施 但有没有薪水可领 各行各业却是不同心情 除了过去的 转发 连召出 转发 下雨 离开 列 好 我